在德云斗教授第一季开头的时候 孟赫棠就说过这么一句话 我没有告诉你们吗 看到张赫伦端杯子赶紧走 忘了他一个人喝倒咱们一个队的事情了 张赫伦喝酒团灭七队的事情 可以说是七队队员的噩梦 相信七队的人再也不会跟张赫伦一起喝酒了 而且何九华直到第二天上台演出还没有醒酒 我说我喜欢京剧 不可能 其实我也喜欢上台京剧 这哪有什么英国关系呢 别着急呀 你跟酒鬼叫这么去 你呀 在这不正能喝酒是吧 在近日网友们也找到了张赫伦能够团灭七队的原因 12月11日 德云社小龙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一段视频 视频中七队队员为郭霄翰过生日一起聚餐 而且孟赫棠和酒华也在其中 估计俩人就是为了郭霄翰过生日才空降的小剧场 不得不说德云七队不愧是神仙队 而且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别的队伍聚餐都是白酒和啤酒 但七队聚餐的桌面上全都是饮料 怪不得张赫伦一个人能放倒整个七队 当然也有网友表示 有可能怕耽误演出所以没有喝酒 而且张赫伦在节目中也解释了喝倒七队 是因为喝酒的时候玩了一个小游戏 然后他们没怎么赢 所以就全喝趴下了 要是真喝的话 自己绝对喝不趴下整个七队 毕竟人家七队有十几号人 看到张赫伦这么讲 也看出了德云社演员私下私交甚好 毕竟德云社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 是兄弟之间都是互亲互爱的 如今郭潇瀚也成为了德云社寡妇联盟的人员 上九溪经常参加一些综艺节目 最近还在忙着追光 游戏新的网友发现 郭潇瀚过生日作为亲搭档上九溪 却并没有任何的表示 对此很多网友也表示理解 人家祝福不一定非要发出来 既然是搭档 他们之间的情谊肯定是存在的 只不过是不想太多的表达出来而已 与其天天把兄弟情挂在嘴上 不如自己好好发展 等德云社商演放开 上九溪带着老汉一起开专场 才是最实在的 最后也祝郭潇瀚生日快乐 早日跟着上九溪走向商演的舞台 拜拜 拜拜